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右敗家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 國家地理科學魔法入門套組 雖然說呢 不是真正在變魔法 但是科學實驗就像魔法般一樣神奇 那我們一起來探索其中的奧秘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一下裡面看有什麼東西吧 首先是說明書 然後記得喔 它是英文版本 所以就是大朋友小朋友在家的話可以一邊查字典 然後一邊看裡面的單字 順便學英文 實驗開始之前呢 有幾點注意事項 需要請小朋友跟家長一起來注意 首先呢 因為配件很小 因為小配件 然後請勿讓三歲的兒童呢 自行玩耍 再來 未滿八歲的小朋友呢 希望請家長陪同協助 這樣才可以避免一些意外發生 然後因為這個實驗啊 就是會有一些粉末的一些物件 所以記得呢 不要吃下去 再來呢 如果你玩完遊戲 玩完這個實驗之後呢 記得把雙手還有器具都要洗乾淨 如果你是敏感肌膚的小朋友呢 記得要戴口罩 護目鏡還有手套 這樣我們才很開心 然後又安全的進行實驗 所以那我們現在要開始玩遊戲吧 這裡面呢 有九個實驗 那我們現在就來挑四個實驗來 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實驗 The Major Beaker 這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抹藥學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材料 首先呢 拿出這個大的糧食 第一匙 我用的是蘇打粉 再來 一大匙的檸檬酸 再來呢 拿出我們的小兩匙 挖一些紅橄欖粉 然後呢 這是我們剛剛準備好的50毫升的水 然後加進去 攪拌均勻 很像葡萄柚汁 葡萄汁啊 再來呢 分別加入我們的蘇打跟檸檬酸裡面 看它會變什麼顏色 首先是蘇打喔 加進去之後是變成藍色 藍色是比較像我們的 藍柑橘 疊豆花 不知道小朋友有沒有注意 再來呢 加入我們的檸檬酸 紅色比較像番石流的顏色 最後呢 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看一下兩個中和之後會變什麼顏色 注意囉 哇 它整個冒出來耶 有沒有 小朋友有看過火山噴發 它就是火山噴發的原理 這是我們首先第一個遊戲 魔藥學 好的 這是魔法沙子 是我剛準備的 然後呢 再來我剛有倒一些出來 我們看一下會變成什麼神奇的模樣 首先呢 要記得小朋友 要把它呢 用一些凹洞 就很像在玩沙坑的時候 或是什麼做那個 烘焙啊 麵包 一些凹洞這樣 沙子沙子 然後再來拿出我們的飾管 滴水 看一下它有什麼神奇的效果 有沒有發現 它很像水球 我們來試碰看看 它都沒有掉出來耶 有沒有很神奇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個遊戲 好的 這個實驗呢 要來考驗大家的記憶力 首先我們準備的是人造雪 我們先挖一大匙 我們總共有三個紙杯 然後我先挖一大匙在其中一個紙杯裡 還有什麼研發 還有什麼味精 好的 其中一杯是人造雪 再來呢 另外一個杯子呢 我們加入水 再來呢 第三個杯子是沒有水的 然後等一下來交換 首先我們先把人造雪這一杯裡面 再加水 好的 現在就開始拆拆熱囉 我現在來交換一下 開始 然後等一下讓你們拆一下 哪一個是有水的 好 選一杯 這一杯嗎 好 我們來倒出來看看 這就是我們的人造雪 我們來摸看看它的醋 它的醋感很綿密耶 很像 很奇特 有點像棉花 但是又有點濕濕的那種感覺 假設呢 假設呢 家裡的小朋友很喜歡Elsa 這個就可以買回去 就是我們可以買回去試試看的遊戲 這就是我們 第三個 人造雪 好的 最後一個遊戲呢 就是我們的許願池遊戲 首先呢 準備的材料有 硬幣 那這個材料包裡面有附 硬幣 一個 然後再來是裝滿水的一個杯子 再來呢 這個回文這邊記得喔 材料包裡面是沒有附贈 這是家中自己準備 然後凹成說明書上面給的那個圖示 首先呢 我們就要來把我們硬幣丟進去 就跟許願池一樣 它是不是沉到水裡了呢 但是呢 現在假設拿出我們的回文針 神奇的事情就要發生了 我先放在回文針上面 再把它放進水中 有發現嗎 它中間有凹一個洞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的水面張力 所以它就會浮在上面 我們 我們先說我們這沒有左邊 我們再試試看 就掉下去了 所以呢 假設呢 你是用這個回文針放下去的話呢 它就會有個自然科學的原理 就是我們的水面張力 沒有掉下去 所以 好不好 這個見證奇蹟的時候 許願池的最後一個實驗 將將 最後呢 還有其他五項的科學實驗 大家可以在家自己玩看看喔 再來呢 這一款是入門款 比較適合沒有玩過實驗的小朋友 假設呢 你想要玩更多 然後更困難的一些實驗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這一組 4M大驚奇 然後它裡面有42堂的科學教室 大家都可以購買 嘗試看看喔 如果有興趣的科玩呢 歡迎推薦給我們看看喔 讓我們從實驗當中呢 發現更多科學的奧秘 最後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